众所周知 大嘴是平衡战略最弱的僵尸之一 除了能欺負小鬼头之外 其他僵尸基本上都能在他脸上暴揍 而小蛙归根究底终于是发现 问题出在哪里了 当我们把大嘴的射程调成 999999 出现了 虚空考人师者大嘴 这个大嘴可以无视一切距离 塞要敌人 让我们来看看 虚空考人师者大嘴 难受了干掉哪些僵尸吧 路障僵尸 铁桶僵尸 铁帐门僵尸 橙桿僵尸 垃圾桶僵尸 帮着二爷 五毛僵尸 五毛僵尸 像长小鬼 再克机传送的僵尸 再克机尸线的僵尸 满多僵尸 五毛僵尸 五毛僵尸 黑鹤桶僵尸 第一个能打赢虚空大嘴的僵尸 忍者僵尸 可以的 这家伙完全克制了虚空大嘴 狗鬼僵尸 小龙僵尸 再克制压制者机器人 再克制悬浮机器人 哎呀 越后边越不行了 再克制互动机器人 不击手僵尸 军烟 可惜 差点就把军烟消发了 他捧出僵尸 军烟消发了 有我爱大嘴 最后刚出这机器人 哎呀 只能说大嘴鼠 我说什么点膨胀了